hello大家好 我是雷用轩荣 今天我来说说 为什么我们会陷在这种没完没了的轮回之中 还有就是如何我们可以早日获得解脱 怎么样想不想知道 没有订阅的小伙伴 抓紧时间点击订阅 并且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 咱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跟大家做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小比喻 跟大家变个魔术 怎么样厉不厉害 我们假定这是一个 马上即将就要出生的一个小baby 这是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天生自带的这种性格 好像不是很友好 就是不是很开朗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小baby马上要出生了 对吧 那在出生之前 其实他只是一个躯壳 他自带了这种先天的这么一个性格 就是不是很乐观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灵魂来 也就是说这个灵 进入到他的身体之后 他才真正有了生命 对吧 好 那这时候有一个灵 从天上飘了飘着就来了 一看这个好像刚好非常适合自己 偷胎了 成功偷胎 对吧 好 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人已经被赋予了生命 对吧 已经出生了 那好多小伙伴会说 哎呀 这个灵怎么还带着那么多头发呀 对吧 头发上还五颜六色的 这是挂的什么玩意儿 好 我们现在就来说说 这个灵呢 他为什么不是非常清静的一个灵 他为什么带着那么多的 这什么东西 是吧 其实这些东西是他上辈子带来的 也就是说他上辈子 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一些念 就是没有了结的一些心愿 一些念 他带着就又投胎来到了这一世 因为他这一世 他的念力太多太杂 还是有太多的执着 所以呢 与他般配的就是一个 不怎么乐观的这么一个小孩 本身就是先天不是很乐观 先天就有点忧郁悲伤的 这样一个感觉 这么一个表情的 这么一个小孩身上了 对吧 因为他还有太多的执着 需要去了结 比如说举个例子 这里边各种各样的颜色 对吧 有的可能是上一世的 这种对金钱的执着 还有的是对权力的执着 欲望 对吧 还有的是对 这种有跟某一个人 结下了仇怨 有怨恨 有仇 对吧 还有的是跟某一个人 没有完成的一些人情 就是一些情还未了 所以就是带着这些执念 因为没有完成 因为他没有解开 带着这些心结 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个的这些结 这些心结 他就带着飘来投胎到 这个人的身体里头 那投到这个人身体里头 他这一事要做什么呢 其实他这一事要做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不是去继续的增加这些东西 而是慢慢的学习 经历 通过不停的这些实践 来各种 来到这个人间以后 经历这个事情 经历那个事情 然后学习了解 原来我有这方面的执念 这方面的执念 然后自己了解了 经历了之后 什么时候可以放下了 当他把这个执念 可以放下的时候 他刷 他就少一个 他少一个对吧 少了一个 慢慢的呢 他就 今天风比较大 我不知道我录的这个声音 会不会有这个噪声 因为我加了这个防风的东西 大家听着应该还可以 因为我是背对着风的 风是从那个方向吹过来的 因为我家是在山上 所以这个风比较大 然后呢 OK 然后之后呢 他这个仇 好比说刚才是一个仇恨的心结 对吧 仇恨放下了 然后还有一些对金钱 上一世 哎呀 就是放不开金钱 放不开金钱 不是说他舍不得花 就是说他该花的他也花 但是呢 他就是对金钱啊 有执着 例如看见金钱啊 就事前如命 就是说 别人想从他这里 获得一些援助 或者他有时候 哎呀 就是对这个钱啊 就是放不开 就是这个念啊 太深啊 对钱是非常的执着 所以他就一直带着 哎 但是经过这一世的修行呢 他发现哦 原来这个金钱啊 其实也是身外之物啊 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物质啊 所有这些金钱 其实到死的时候 都是带不走的啊 真正带走的 只有自己的灵啊 如果这一世带不走啊 他又带到下一世继续修 没完没了 所以这一世啊 他慢慢他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啊 这个思路清晰了 智慧出来了 把这个钱的问题也解决了 所以这个钱啊 这个结 打开了 掉了 哎 这个钱的结也打开了 你看 哎 这个这个绳子啊 就是一个 非常清爽的 这么一个小绳子 上面就没有结了 对吧 没有结了 OK 这个时候呢 他还有一些啊 一些贪念啊 一些贪图啊 例如啊 好比说这个对一些物质啊 哎呀 放不下 对吧 一些物质放不下 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然后好比说这个人呢 他在上辈子的时候 他非常的喜欢抽烟 对吧 他对抽烟的这种啊 对这种物质的渴望啊 他放不下 所谓的这个放不下呢 其实呢 有的小伙伴说了 哎呀 你说那我本身抽烟 对吧 那你说我要想抽烟的 这是欲望 抽烟的欲望 那你说我要 本来我身体非常的想抽烟 对吧 但是呢 我要强迫自己 把这个烟给戒掉啊 这样强迫自己 戒掉这个烟好不好 那其实如果你强迫的话 你又给自己加了一个戒的执念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戒 所以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不是让我们去刻意的去求啊 也不是让我们去刻意的戒 而是让我们啊 把我们的真正的所有的一切全然的放下 就是我们不要的刻意的去追求什么东西啊 追求必须要抽这个烟啊 必须要喝这个酒啊 把这个东西啊 必须这个事放下哎 放下 处在一个非常平常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呢 也不要强迫自己是哎呀 我非常想喝这个酒 非常想抽这个烟 我现在必须强迫我自己 不要这么做 这样也不要啊 因为这样你活的也会很痛苦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告诉自己 哎 OK 那我喝一点点啊 或者我就抽一点点吧 让自己舒服一下 然后慢慢的呢 让自己进入这种修行的状态 修行的状态 就是让自己不断的进啊 不断的 当我们进入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坚持打坐 我们每天打坐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节啊 变轻啊 变轻 然后慢慢的 就是跟这个神啊 他们之间的这个粘连性啊 越来越松啊 慢慢他就掉了 所以我们打坐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呢 我们每天要坚持打坐 非常的重要 坚持打坐 放空我们自己 把我们的所有这些啊 把我们的能量 把整个的真气的 所有的啊 宇宙的这些能量 元气 这些真气 全部吸收进来 我们只有获得了充足的能量之后 我们才能有智慧啊 我们为什么好多东西 想放下去 放不下 就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足啊 对吧 所以当我们修行 我们的能量充足了 我们的德行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的要发这种善念 对吧 我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德行好 发善念 然后我们又修行打坐 不断的让我们进 这样我们就 智慧就源源不断的来啊 当我们有了源源不断的智慧之后 我们自身有了足够的能量 我们就知道如何能够把这个节给打开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跟这个节的黏性啊就越来越松 越来越松 之后这个节啊慢慢的 我们不用刻意的去求 它自己就掉了 好吗 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有时候往往是越刻意求 这个节反而是打得越紧 我们越难把它弄下来啊 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放下啊 不要刻意的去求 也不要刻意的去借的时候 全然的让我们放下 我们处在这种当下的状态 处在经常的跳出来啊 观察我们自己有绝对的觉知力 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到底是在做什么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向宇宙的能量敞开大门 源源不断的吸收宇宙大能 给我们输送来的能量和智慧啊 这个时候我们的智慧就会慢慢打开了 当我们的智慧打开的时候 所有的我们这些节慢慢的就一个一个的掉 一个一个的掉啊 如果我们这一世还没有掉完 对吧 没有关系 当我们这一世我们的命到了啊 我们到了我们命的命里注定的这一个啊 我们命里到了这个终点的时候 OK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出来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了 大家会发现我们带的这个节啊 就少了很多 然后我们带着更少的节 然后我们又继续寻找下一世 跟我们所般配的这个小baby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一世啊 跟我们这个般配的这个小baby 就变成了一个乐观 积极向上的正向的 这么一个小baby的表情了 对吧 然后我们哎 这个时候我们的能量 跟他就是非常般配的 持场非常般配 然后我们就清啊 非常轻松的说啊 又投胎进入了他的体内 因为他这体 因为这个小baby天生的能量 就比较正 就比较乐观向上 所以在这一世的时候 我们会更加的容易啊 接收来自高能的指引 所以更加轻松的聚集我们的智慧 提升我们的智慧 然后慢慢的 我们这些节就会掉的更快啊 掉的更多啊 对吧 慢慢的当我们的这些节 都掉光了之后 我们就变成一个非常清爽的 就没有节的 这么一个灵性的时候 我们下意识 当我们这个时辰到了以后 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整个的 就跟宇宙大能合为一体了 我们就不用再受这种轮回之苦了呀 对吧 就是因为我们累世的这种修行 我们修行的越来越纯净 越来越干净 我们的这个节啊 越来越少 捋的越来越顺 所以我们的投胎才会越来越好 我们朝着这个能量级别啊 才会越来越高 我们才会越来越容易解脱啊 所以今天我这个比喻 就是比较形象啊 小伙伴也比较容易理解 对吧 其实我们的修行 真的就是非常的简单 不断的做减法 把我们的一切啊 这些欲望啊 所有这些一切 慢慢全部放下啊 然后我们就解脱了 就这么简单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别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 同时在评论区 说自己的感想和心得 别把转发给你更多 自同道合的朋友 同时回去看我之前的其他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